超安全感 Multitronic 迅猛加速 即超平稳形式 超前接近 公司排放标准 23项配备升级 以全面进化 引领时代 新奥迪06 他最擅长 以惊世骇俗制作 来会及批评家的劫难 从未打过败仗 潘杰克将和您一起 去拜访世界级建筑大师 贝玉 贝先生 昨天是您的87岁的生日 所以说呢 我们代表所有的 尊重您的这些观众呢 然后呢 一起祝您的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我们给您带来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惊喜 谢谢大家 孔夫子呢 曾经这样说 说是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五时之天命 六时而顺 七时呢 是随心所欲 不欲拒 对了 那么我们特别想知道 贝先生 您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随心所欲 现在还没开始的 还没有开始 现在跟以前不同 七时现在是很不同 在孔夫子那个时候 其实难得得很 所以现在也需要改一改 要九时才能随心所欲 九时才能随心所欲 对 对 拍发一瞬间 彩信新体验 诺基亚7650 本节目由一气大众奥迪公司赞助播出 大师一生都在忙碌地创作 把这份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美带入人们的生活 建筑与自然相融合的空间理念 主导着被誉明一生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内庭 内庭将内外空间串联 使自然融于建筑 人们行径在他设计的建筑中 自然的阳光透过窗帘交织的光影 仿佛能让周围的线条流动起来 被誉明得以在世界各地发挥他的建筑天才 成功之外更多的是劳作的艰辛和世俗的挑战 而他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正是遭受世人非议之后 被证明是最杰出的那季节 我们发现您的这种大部分的 非常杰出的这些代表作 都是和文化艺术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的思考 我对历史方面 我对文化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而且也很有意思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 老虎做了工作以后 我对于法国的历史 我现在觉得比较懂一点 所以这个是文化跟艺术 是我自己本人的嗜好 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一点 您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些作品 这种成品 当初一诞生的时候 都引起过很多的这些非议 但是您一直表现的是 非常的这种自信 我们想知道 这种自信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 自信心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于这个问题 你自己要相当认识 这个最要紧 然后有自信 有了自信 以后旁多人攻击 你可以回答 有时回答不了啊 你就说等一会儿 等我做了再说啦 在这个半个多世纪的 这种设计生涯当中 Have you ever lost your confidence? From time to time, yes But not permanently So temporary Give us one example I question myself Am I trying to impose something on others That is not correct? When was that? Or is it Lohufu-Kung or your? Lohufu-Kung Lohufu-Kung最难 1983年 贝玉明接受了当时的法国总统 密特朗的委托 为古老的卢浮宫博物馆 进行重新规划设计 然而与古典城堡 形成鲜明反差的金字塔方案 却遭到了几乎全体 对于法国民众的反对 在这样的困难面前 他的信心动摇过吗? Lohufu-Kung最难 Lohufu-Kung最难 Lohufu-Kung为什么最难呢? 因为是 Lohufu-Kung这个地方是 Lohufu-Kung是法国人的一个宝贝了 Lohufu-Kung 所以你要进去 尤其我是中美的建筑师 Lohufu-Kung 美籍华人 Lohufu-Kung是美国人 Lohufu-Kung是美国人 Lohufu-Kung是你对于法国的历史 你不达明了 你怎么可以中我们的罗浮宫呢? Lohufu-Kung有这样的思想 尤其是 把金字塔在上面 你叫金字塔吗? Pierremen 对 金字塔 玻璃金字塔 Lohufu-Kung说这个东西不对 不失调 Lohufu-Kung是一七年的历史 法国的建筑 精华都在里面 你这来摆的这个东西 是不对的 错的 这很多骂我 骂了一年半 骂了一年半 你丢掉了你的这个confidence 最主要就是说 我自己是不是对法国的文化 了解的足够好 足够多 我是不是做的是right thing Am I doing the right thing? You're absolutely right 没接受这个工作 以前我就想 这个米特朗总统 就做这个工作 我跟他说 我说我对于法国的历史 并不太明瞭 我希望你给我四个月 我每个月到巴黎去 一个礼拜到罗浮宫去看 同时我念这个法国的历史 去的差不多四个礼拜吧 完全看罗浮宫 罗浮宫有什么缺点 它收藏是怎么可以分配 种种问题 这研究 同时我看书 因为在电视方面 跟一样 他问起来 总是问我懂不懂我的历史 当初除了米特朗总统 对你完全全地信任 15个博物馆的馆长 有两个是不支持你的方案的 那么我们特别想知道 这两个不支持你的 这个博物馆的馆长 他们当初反对意见 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两个 那两个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理 这个没有关系 不重要 战胜重重压力 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 最终成为了二十世纪 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作品之一 而香港中银大厦的设计 同样也是一波三折 比如在香港做中国银行 有很多人反对 尤其在风水先生 大反对 其实我都一点不懂 这个跟风水更多不协调 将来一定 对中国银行不利的 很多人这样批评 中国银行因为这个很尖 有道理的 我这个尖是跟 跟这个结构方面有关系的 建筑物越是高 结构方面越是重要 可是他风水先生 不太懂这东西 他就觉得这样 好像一把大刀一样 这样来批评 我没办法 你是否曾经被别人俯视过 旁边看不过眼 觉得这是不应该 但是批评 这免不了的 你要一定自己有相当信心 说这怎么办 你就算了 好好 我这不做了 那也不行 还业主要做 因为他受不了 旁边批评 他就说 好了建筑老师 你罢了吧 我们再另请高明 这个也很 我还没经验过这一点 可是这个是可能的 最要紧还 你自己要看得 看得准 要有耐性 有这个persist persist不是耐性 甚至坚持 恒心 恒心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一幕 我们面皮也好一点 建筑师的面皮也好一点 贝玉明回击了 风水先生的谬论 最后 香港人不得不承认 这幢大厦 蕴含着一种高贵的旗帜 在香港这座 钢筋森林的城市里 它流光溢彩 理所当然的 成为东方之珠的 标志性建筑 当你年轻 你的父亲 想要你影响 因为他是一个资源 您相信风水 您的一生当中 经常妥协吗 您对死亡的理解是什么 他一瞬间 采信新体验 诺基亚7650 本节目由一气大众 奥迪公司赞助播出 苏州的这个设计是您的风刀之作 这个设计是您的风刀之作 很难走 一定有走 贝先生说到风水 您相信风水吗 我有一点有点相信 我就是研究风水 研究风水 看看太阳 看看风怎么说 树林 交通 交通也是风水 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贝先生 最好的一个建筑的 非常理想的 最好的一个风水 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我在日本 我日本在 日本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不是非常好 跟这个风水有关系 这个日本是在京都 这个耶稣是一个教宗 是一个女的 一个叫做Koyama太太 她选了一块地 在山上 山并不太高 可是爬不上去 结果她一定要坐在那里 上面坐 她就轻人去看 看这块地 就坐在那儿 看想办了想办了 怎么办法走上来呢 走不上来我们是做不起 是做不成功的 那时候是开风水的 对面有个扇 这块地跟那个山呢 有一个山区 叫做Valley 我只想打洞 历史我都想起桃花园 因为桃园名 桃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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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起 我说这个桃园 山有小孔 被域名的很多设计理念 也许多多少少 受到她血液中的东方气质的影响 1917年 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中国家庭 贝氏家族早先是苏州做草药生意的辅商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 被域名在香港度过了童年 又在上海度过了她的中学时代 1935年 他被父亲送往美国宾州大学 攻读建筑 后来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 并于1940年 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那时的他一心想快些回国 但由于国内战争平整 在父亲的规旋下 他只得留在美国 那是他人生面临的第一个艰难的选择 以您的这个87年的丰富的这种阅历 来回顾过去 什么是在当初 您最不能随心所欲的事情 可惜就是不能回国 1942年那个时候 我就很想回国 我就跟父亲说了 我说我在美国已经念书 成家了 跟着结婚 我想应该回国 那时候他说 你暂时还是不要回来 所以我就等了 等到三年以后 才决定大概不能了 回国 所以那个时候决定 在美国想做一点事业 这个是比较不是最圆满的一件事 当你年轻人 你的父亲想要影响你 但是他曾经提到一件事业的建议 所以他们想要成立的建议 所以他们想成立的建议 他们想成立的建议 那是他们自己的建议 那是自己的建议 我告诉他们 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 Did he encourage me to be an architec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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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Because I think that you know as I reca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of course that's when I was I of course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was in his office a lot I saw him operate socialize with friends and clients at home I observed all of that I was sort of encouraged by my faculty that I had some talent I think it came perhaps as a surprise but maybe not entirely to my father when I decided to go in that If he wants to make some change some modification some improvement in th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and we can always make improvements this is the problem for all architects that we're always trying to improve I told him architecture is an old man's business you have to reach 40 to 50 before you see some results it's very difficult it's not like a painter today they can become internationally known when they are 30 years old architecture is not that it's difficult I tried to discourage them but they didn't take my advice just as I didn't take my father's advice 贝玉明用他的天赋和勤奋 选择了命运 命运也青睞了他 1958年 贝玉明成立了个人的建筑师事务所 而他事业的真正转折点 则发生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的竞标之后 当年 总统夫人 为什么会选中 还并不知名的贝玉明呢 1963年吧 肯尼迪总统被刺了 肯尼迪夫人 造了所有世界比较有名的建筑师 为什么他选我了 这个也是运气 我那时候工作有限 但是他的看法不同 选了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很多东西都很顺利 因为在肯尼迪选了以后 有机会自己可以发表意见 他们接受了以后就进去做 是这样的 您呢 曾经询问自己呢 是竹子 你说我就是一个竹子的性格 没有 没有啊 这个是 因为中国银行那个时候 中国银行是阶级高升的 所以我就用竹子做比例 有的人在说起 我是自己 就在我自己想说竹子 竹子也有好处 竹子啊 并不大 可是它能弯 能弯 这个做人啊 也应该学竹子 竹子 为什么 你要硬的话就断了 要妥协 要晚 做人也要能管 谦虚啊 所以做 你说竹子 你是 太过强了 那么您的一生当中 经常妥协吗 是不是经常妥协 怎么叫妥协 compromise little bit or even compromise a lot more 你不能compromise 这个话 这句话并不是最好的 当然你能够弯 是最重要的 你不能环节看法 只能自己的看 旁的人看 也应该考虑考虑 这个是说 半步了 能弯 替别人想 这不是compromise compromise your principle 这个不能的 compromise your principle 你就做不成功了 贝先生 如果说再过50年 您希望后人 对您的评价是什么 这个我想不到 这个等50年以后再说 不要问我 我怎么可以看到 想不到 意想不到 如果说再过100年 您希望后人 对您的作品的评价是什么 现代的实际上变化很厉害 全世界都变化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做工作 就是在乱世 unsettled time 什么叫乱世 要有乱世的好处 越是乱 越是要走这条路 不是自走的 要弯弯俱去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跟将来评价有关系 100年我都想不到 潘先生 你这个问题 没人可以挡 有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使您心生畏惧的 我现在87岁了 从起手做到后来 暂时五年七年 五年七年以后 我就不能再做了 我一定要看到底 所以三年前我就决定 停了 然后没有做好的工作 继续下去 新的工作我就不接了 这个说的明不吧 所以你问我未来呢 我就不想了 就不想未来 想了心里面不大舒服 作为87岁的您 您对 我相信您对死亡呢 一定有自己的看法 您对死亡的理解是什么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 精力有限 你到了相当年纪 你自己要知道 自己有这个限度 这个知道限度很重要 这个是说 英文的说 这是limit 你应该知道 limit 你要限度 不知道 这个是我觉得 是将来有所痛苦的 这么多辉煌的这些作品 这个 举世 这些作品